这个 再来呢 各位看这个 俊贵 俊贵 这个俊贵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有大贵跟小贵 就是大回乡小回乡一样 这个俊贵讲的是小贵 小贵 就是我们一般取肉贵 肉贵 肉贵比贵枝贵多了 肉贵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打开来也是有贵枝的香味 只是来源不一样 来源不一样 它的功能有 不一样 同样是贵枝的香味 同样有贵的香味 但是贵枝在血脉上面 这个呢 比较入在心脏里面 还有我们肾脏 肾脏量不够 令门火不够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用到肉贵 所以你如果说我们的 当然讲的比较早一点 像我们的贵夫发育丸 我们里面会用肉贵 肉贵就是这个俊贵 俊贵 那是心温的 足百病 养精神合颜色 这个是很好的滋补的药 心肝发散的药 性大热 性非常的热 那你如果是热性的体质 热性的体质 老师他这个 脸色红热 舌苔黄的 平常一天到晚要吹冷气 很热 你这个肉贵一下去 大便利密了 更密 因为它是大热的药 所以你会更热 会便利 那组织呢 肉贵是温补的药药 温补的药 所以一般寒凉的体质的人 比较瘦 苍白型的人 比较瘦肉 跟他吃那个 肉贵 所以你看到那六个地方还玩 和贵夫八丸 六个地方还玩 就是六种中药 三猪 淮山 这个 这个 肘地 三卜 三蟹 单皮折蟹 福利 那这个是一样的药 加上肉贵跟泡腹脂 那个肉贵跟泡腹脂 就是寒凉 就是你体质是比较虚寒的人 好 所以你要听 你要有个 我这个常常下粒 下粒 然后恶寒怕冷 然后我喜欢喝温水 晚上睡觉又是冷的 脚是冷的 这个已经是讲 告诉你 我要贵夫八丸玩 对 你听就够了嘛 对不对 我大便便秘 好 嘴巴口渴 躁渴 我这个喝 喜欢喝冷水 你要吃滋补的药 给他开六位地方玩 千万不要开反的 开反的便秘者 很秘 更秘 好 所以尤其对你岳父 你要小心点 特别要小心 好 那 命门火 火摔的时候 我们终于认为说 命门火等于是 生命的源头 生命的源头 所以 当我们在 危急救难的时候 大起重症的时候 我们要把命门火 点起来 这是生命的火 你可以假定 命门火就是个蜡烛 假定 由灯进窟的时候 那我们呢 我们有重要的很多 点命门火的东西 肉桂是其中一种 点了火以后 你要让火固定住啊 不能点了火很大 一下子灭掉 别让鱼又再点 对不对 没在那边点火 我们要知道如何放火 当然不是放火 烧房子 我们要说放火 命门火点起来 让火固定在那边 只要这个命门火在 人家不会死 命门火在 所以说我们常常在 治疗很多癌症 什么癌症 比如说肝硬化 或者什么什么癌症 这个人肚子很大 或者是这个人 癌症都扩下来 他就不会难过 他照样吃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他 命门火固在那边 他就不死 当然说 如果说他觉得 人生乏味了 或者怎么样 他跟你说算了 放弃了 你一拿掉 走掉 当然不是说 固在那边 他就 他还是会死 但是会脱很长 脱很长 病人有时候 会很痛苦 不想活了 抑制的关系 抑制的关系 那肉桂呢 就是其中一个 温补 命门火的药 温补 所以说主治 它是温补的药药 温中除寒 能够引火归原 在门之上色下寒 沉寒固冷 下焦 非常的冷 比如说 下焦冷 这个积水啊 水肿啊 都可以食用 命门火不足 通通通可以 命门火不足的时候 人的体力 精神都不是很好 下焦都是冰冷 最明显的就是 下焦关节痛 手脚是寒冷的 小便是蛋白的 贫尿 这种都是下焦 沉寒固冷 那灵台的补助阳气 这种呢 这个又很多 肉桂呢 一般我们生用 充服 比如说我们开个煮方 我们需要去 他用肉桂 我们叫肉桂打粉 肉桂放下去 煮太可惜了 你煮的味道 就发散掉了嘛 因为它是心肝发散的 这些肉桂粉 吃的时候 撒上去 回下去 意大利人 大概听到说 这个补肾 补面门火 所以他卡巴西罗 他吃了咖啡 加点就卡巴西罗 加点肉桂粉 吃下去 所以你加点 肉桂粉 也可以喝 喝我们的中药 那有没有白木人 老是吃的 吃的很毒死 那那个意大利人 吃卡巴西罗 那个咖啡都不死 你吃肉桂 吃中药加点肉桂粉 死掉 这是不公平嘛 西洋人可以吃 我们中国人不能吃 所以攻击中医的人 是祸害千年 哪个敢攻击中医 我非狠狠就离他 我绝对不饶他 最后面骂 骂我在国外骂 我用中文骂 让大家 我们正义要宣章 真正好的东西要写出来 我们要替中医说话 所以呢 你看后面 这个 张仲晴 用柜子的时候 他一定用肉桂的时候 他旁边用父子 为什么 来振动肉桂 你光靠一个肉桂下去 没有用 所以肉桂跟父子 我们常常用在一起 肉桂下去 点火啦 父子来固养 顾住他 不会往外散 所以要靠父子 所以肉桂之所以能够化蒸气 化为人的原样 蒸气 是因为有父子 所以这两个 我们常常 或在一起 有使用 那第75页 诸位看 这个炮制 中间那一段 有没有 肉桂是大心 大温的药 虽然得到精味 因为它是心 心的是精味 但实际上 肉桂是木和火之间的性 所以它入心入肝 我们在治疗肾脏病 我们治疗肾脏病 刚刚才讲过 治 治那个 我们治肾脏病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治心脏 对 这不是我们治疗原则吗 治肝脏去治皮脏 治皮脏去治水 那治肾脏 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治心脏 所以你说肉桂 如果遇到肾脏的时候 寒凉的 大几个肉桂下去 但肉桂下去的时候 你要打粉生用 比你放进去煮来都好 那你找不到肉桂 你去咖啡店买 对不对 它可以喝 你就拿一个 对不对 那肉桂很贵 所以我是没有去喝咖啡 因为我这个人不喝咖啡 有一次认为他得胰障癌 你们如果看到咖啡店 他一杯咖啡给你旁边喝 袋子装起来 肉桂粉倒出来 那很贵的 多长几个 急救啊 放在身上 急救 急救 意思告诉你 你西洋人喝可以 中国人喝 中药就是中药不行 中药没有用 那西洋人拿来当饮料喝 对不对 那卫生素更坏 自己在喝卡巴西呢 然后是中药不好 这个困难 好 所以我们在用肉桂 这里最主要大家要能够分清楚 什么时候用肉桂 什么时候用桂枝 什么时候用桂皮 肉桂肾脏 对命门火 命门火摔的时候 桂皮呢 它主上身 皮嘛 上身 桂枝呢 主血脉不通 我手麻了 老师我手都麻了 脚麻了 桂枝 它一点点缺陷的地方 一点点区分的地方 那 如果是心脏闷痛 对不对 你不会用肉桂吧 用桂枝 用桂枝对心脏 它直接入心脏 好 直接入心脏 好 好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唐荣参里面后面是桂枝温血的药啊 重点盛行 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腹禄里面呢 好 它不五劳七章 能够破所有的硬块 增霞症 这种就是所谓的肿瘤硬块 癌症的肿块 好 它可以破它 消瘀血 好 关节疼痛 续筋骨 所以说 遇到风湿关节间的时候 好 诸位现在学到了 那老师 这个 这个白竹 哦 你们现在知道吗 白竹去丝 是不是去丝 哦 那桂枝呢 它是 它是入我们肌肉 它是不是去风 哦 它能够去风 就是白竹去丝 那 风 丝 那含呢 如果是含 在关节上面 很通啊 风含丝皮 所以我们开去寒的药 开去丝的药 开去丝的药 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很好的处方 比如说我们开泡腹脂 你泡腹脂是去寒的 贵之去丝的 白竹去丝的 好 所以我们辩证很重要啊 一看 三个合成的皮 你要开去寒 去丝 去丝 三种药合在一起 它才会 才能够入药 才能够治病嘛 对不对 老师 你开了去丝 去丝的 就是没有去寒的 病没有去 好 所以你们拿到以后记得 永远要记得一句话 中药 中医的理论 没有错误 绝对是真理 就是你看你会不会用 了解我意思 老师这几个药都 弄在一起 如果他们混在一起 说 这个药性都不均匀的话 怎么办 干草 我们加干草下去嘛 煮缓 干煮和 好啊 你们大家不要炒 你们这些药器 来在共同 共同 待在一个汤器里面 大家不要去炒 你们这些关节去治好就好了 这就是 金方很有名的 胖啊 治不凤 治不关节呢 这就出来了 那老师还有痛风 那不一样的 我们还有别的方法 热症呢 或者怎么样 厨房不一样 对不对 还有到膝盖去的 老师膝盖痛了怎么办 那都是厨房都稍微不一样 那你看张忠奇的处方 可以了解到很多 药的药性 本草经里面没有记载 本草经没有记载 那就是出自 抬头腰路 这本《死传》的书 所以诸位以后 我们现在学了本草经 以后要做加减 你随时设计一个方式就出来了 马上就跑出来了 所以处方是自然天成的 你没有治好病 是因为你的方式不对 并不是药和原理没有效 所以诸位以后 辩证一定要很熟 所以我们在介绍 伤痕经贵的时候 还会再回头看 六经辩证 看那个针灸啊什么样 然后我们会面介绍一些案例 如何针药病师 你现在一病人进来 诊断下针 下完针 你再给他开进方 没有一个不好的 这效果最好 那现在我们的 外面的一般的很多的 中医的大陆 他不是辩证论治 他是变那个厌血报告论治 这个胆固层太高了 酸酸甘油脂太高了 这样子的 PSA太高了 开个这样 那个色乎线的 突突之类的 我正统中心不是这样子 什么PSA 我们不看他 全部病名通通舍掉 完全辩证论治 所以我们在这里通通讲的是 治症 治症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讲 贵枝心温大 他是干心肝的药 肉贵 心肝 和贵枝都是心肝 那肉贵呢 入命门 对不对 命门 那我们大家真就学过了 命门是不是在第十四锥 命门火了 要两个圣的中间 现在有个人告诉你 我中间痛 那命门的地方痛 那下肢很冷啊 你是不是就想到肉贵了 你不会想到贵枝嘛 对不对 厨房里面加点肉贵粉下去 你知道老是 是丸剂的 那个止痛药 那没关系 你喝完就是 肉贵粉丢到汤里面 扫一扫 然后吞了丸剂下去 这就是加减应变嘛 对不对 那张宗宇是直接 把肉贵就放到 那个贵妇 把尾碗里面去 那一定要加父子 才能把命门火 固定在那边 那贵枝呢 你看 这个肉贵 好 抱歉 这个呢 它呢 是九种心痛 腹内冷气 不可忍痛 那个讲的心痛 为什么讲这个腹痛 因为小肠跟心脏是表里的 很多下胶的寒 会造成心脏的痛 心脏的痛 因为你下胶是静脉啊 静脉血啊 回流回心脏的时候 这下胶太冷 冷的意思是什么 速度变慢 寒积在 在下面 就是血从心脏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 出去的速度 比回来的速度快很多 回来的速度比较慢 因为寒嘛 这是我们要考虑 母贵 肉贵 我们把血倒回来 就能够止痛 所以肿块 肿瘤 几乎任何的肿瘤 都可以加点肉贵粉 好 加别人 都吃点肉贵粉 只要没有便秘 但是有的时候 有便秘你还是可以用 为什么 你可以开别的药 把大便积出来 然后你说认为 这非要用肉贵 我们开些清大便的药 好 那我们在 临床上治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新陈代谢 所谓新的 新陈代谢 新的进去 要换旧的出来 所以你吃下去 24小时 一定要排出去 对不对 那你吃下去 到48小时 还没有排出去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身体里面 就是毒啊 你在治他癌症 你在那边毒在 里面还有毒在里面 你是不是要同时 要把它排掉 所以这两个是要 同时要有 所以我们不管 它里面是什么病 你在治他的时候 基本上大原则 第一个就保持 大小便通常 第二个保持 他胃口很好 第三个 想尽办法让他睡 第四个 想尽办法让他开心 你已经赢了 我想这样 你就赢了 好 那你怎么想办法 就要看你 好好 看你怎么想办法 好 所以 过去很多金方家 都在使用肉桂 在治疗总块 真犬呢 它银血化汗化农 就能够 农化不出来 反正洋药 这种肉桂都是洋药 洋药呢 都有身体的功能 身体 所以你的 苍本来 皮肤是这样 这个皮肤下陷 下陷一块 然后苍长到下面 人家皮肤的上 涂起来 这个很好吃 涂皮肤下陷 就是你羊不够的 你需要 我们用洋药去生体它 都可以治好 就好像 你如果是一个 乳房硬块的病人 就硬块 当然不是说 已经破洞了 已经开始流浓了 化农了 化农很难治的 那如果说它是 第一期后第二期 它那个乳头 整个凹陷下去的 但是没有 伤口没有出来 这个时候你要让它 乳头抬出来 然后就回头了 你不是说 只有皮肤上的 汤凹下去 你看得懂 那乳头不见了 你也看不懂吧 人要 要依此类推嘛 那个乳丸 乳头都会往下沉的 这个时候 你要吃下去 乳头凸出来 都是好的现象 就吃你的药 是越吃越深 它陷得越深 就不好了 你知道我也是吧 但你要看上厨房 研究的厨房啦 厨房对不对 你就是要加一些羊药 什么腹脂啊 豆腐啊 什么热药下去 然后让它抬起来 还有一些清奶水的药啊 下滤汁的药啊 就清出来 然后这样开心点 就会很好 好 所以这个 中药里面有非常多 好 里面化龙的 把它拖出来 所以说西医很多 比如脚上长个龙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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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苍 龙苍以后 西医 西医根本没有办法收龙口 那个消炎 没有办法收龙 收口 那个龙苍以后 那个龙就 发炎就发到骨头上 骨头就开始坏掉 黑掉 然后西医就截肢嘛 一直截 截到没有地方截的时候 就走了嘛 我们金国先生 就这样子吃了 好 就这样子吃了 那 你 聪明的人呢 是不饿过 你从一个地方 可以学到教训 你如果是同样的糖尿病 然后还在跟金国先生 那很好 你就是他第二嘛 可是还是很多人笨蛋啊 还在那边排队领药啊 他就是坚持 金国先生怎么死的 我就要怎么死 那你就早死啊 那没办法 你是笨死的嘛 中药有很多 可以把它治好 绝对可以治好 好 这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肉桂 喊桂枝 桂皮 用的最多的是桂枝 再来是肉桂 肉桂 好